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小子们 我们继续在谈这个耶稣亚 他怎么让这个耶利哥城倒塌 在耶稣亚书第六章第三节 你们一切必定要围绕之城 一直围绕一次 六热都要这么行 然后到第七日 你们要围绕成七次 好 我们再继续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说呢 神说呢 我要把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在言举 无人出入 耶和华 饶仪的耶稣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们的手中了 在耶稣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 神允许了 这个耶稣亚以及以色列人 得到了这个城 但是呢 关键是说 我们要看 什么叫做顺服 明白相信允许的话语固然很重要 但顺服更重要 神 遥于耶稣亚和耶稣亚的百姓 攻破耶利哥城的明确指示 剩下的就只有顺服 就以信来判断呢 看是否不合理的指示 也要顺服吗 神既然命令我们顺服 为什么不要我们理性的顺服呢 反而要求非理性的顺服呢 因为这是关乎于信心的课程 若要求理性的顺服 没有信心的人也可以办到 但是超越理性的顺服 若没有信心 就做不到了 然而 不要因此 就误会了基督教是非理性的信仰 对不对 基督教的信仰绝对 不是非理性的主义 或反理性的主义 而是超理性的信仰 超越理性的信仰 所以巴斯卡 Blaze Pasca 1623年 166620年他过世 曾经说 信仰是将理性定在释迦上 什么意思呢 有的时候神要我们顺服 不符合我们逻辑 也不符合我们人的思想 你想想看 神说要把这个城给了以色列人 但是要他们什么呢 围绕这个城每一天一次 一次这样子 也没做什么 那 神啊 有的时候要求我们超 业理性与常识来顺服他 因为顺服他 顺服也是一种失恋 对不对 你说主啊主啊 为什么你要我这么做主啊 他得罪了我 为什么我要跟他好 神说你要爱你的底人 你要为你的弟兄祷告 不符合逻辑啊 但是神的怀疑我们要顺服 以色列人也顺服了 那他们可能说 哎呀主啊 为什么不马上攻打 耶利格尘 为什么这么啰嗦 要围绕一天每一次 哎呀干嘛的 没有 神啊 你是不是发疯了 你是不是要我们 要支配我们 你是不是 不知道我们这么痛苦 这么烦恼 他们不敢讲 他们只要顺服 那我想问你 难道是为了他们 围绕这个城 城就倒塌了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顺服 才使这个城倒塌 那么今年的信徒 无力且挫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不明白 允许的话语吗 不是 现今信徒对神话语的知识 以知信呢 都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 或许我们的问题 在于知道太多神经的话语 却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 对不对 问题在于顺服 真正的信心在于顺服主 引起的话语 然后当我们前然顺服的时候 我们的耶利哥就开始倒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顺服虽然是一件非常非常 有的时候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做到的时候 我们会很有喜乐 我们会看到神迹跟随着我们 好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再一次的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这么疼我们 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 这么顺服你 这么爱你 我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一生 都往亚瓦都教头在你的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尝试赞美你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终于赞美你 保住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留我心尽 整身结梦月亮 让我尽心尽力 敬拜你祝 我要尽心尽力 让你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朝日赞美你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终于赞美你 保住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留我心尽 整身结梦月亮 让我尽心尽力 敬拜你祝 愿我们尽心尽力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尝试赞美你 我要尽心尽力来 敬拜你祝 我要终于赞美你 保住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留我心尽 整身结梦月亮 让我尽心尽力 敬拜你祝 保住你适合的荣耀 你生命真佩的大赞美 留我心尽 整身结梦月亮 让我尽心尽力 敬拜 it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